朋友们好,欢迎光临采燕游市的频道 今天我请朋友们喝蜜酒 蜜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 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蜜酒的特点是酿制浓郁 口感清爽,保健养生 现在我们一起来酿制蜜酒 酿制蜜酒所需的材料包括 蜂蜜 一家人的蜜酒大概需要四磅蜂蜜 酿制蜜酒生蜜比身家供购的蜂蜜更好 酒区 East 用作葡萄酒的酒区即可 不同的酒区 酿制出来的蜜酒的口感稍有不同 酒区营养 East Nutrients 顾名思义 酒区营养的目的 就是为酒区提供养分 让发酵更完全 如果再加几粒葡萄干 效果会更好 这蜜酒最好的水是井水或者矿泉水 如果用自来水 这最好先把自来水 在桶里盛放几天 让自来水的异味散发干净 酿制蜜酒 所需的七名包括 小口玻璃炭汁 英文叫做Glass Jug 或Glass Cowboy 这是一家人的玻璃炭汁 美国最常见的酿酒炭汁 每个玻璃炭汁需要一个单向排气阀 Air Lock 发酵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 同个单向排气阀 从酒炭排出来 酿制蜜酒的其他器皿 一般厨房里都有的 但一定不能有油力 酿制过程中 只要任何一部分接触到油力 做出来的酒就有异味 做蜜酒的第一步 是七名消毒 每个家庭酿酒 很多人都用这种消毒酸 StarSand 这种消毒酸用起来非常方便 清洗之后的器皿可以直接酿酒 不用再清洗 按照说明书 配合消毒酸溶液 将所有容器 以及需要接触原材料的工具 都消毒一下 温度计也要消毒 消毒之后 晾干几分钟 准备取的第二步是加料 先将井水加热一下 但温度不要超个人的体温 将蜂蜜倒入温水里 搅拥 想办法 如用漏斗 将蜜水 倒入玻璃炭汁 加几粒葡萄干 加一点点酒去营养 加一点点酒去营养 量一下水温 当水温在70-90华氏度 至21-32摄氏度之间时 就可以加酒去了 这种小包装酒去 这种小包装酒去 15克一包 一加冷 用四分之一包 就可以了 用豆腊浪费酒去 再加一些井水 包进玻璃炭汁 摇晃几下 将原材料摇溶 在单向切法里 放一点消毒上液 用冷开水也可以 接好单向排斥法 周九的第三步 是发酵 将玻璃炭汁放在家里 比较安全的地方 如地下室的角落里 如果橡皮塞子太光滑 根据不紧 可以要一个重物 但要注意 不要把单向切法上面的 出去口给堵住 第二天开始 酒坛里开始有少量气泡产生 第三四天开始 有大量的气泡产生 米酒的量子过程 大概四个星期左右 当基本本猫泡的时候 米酒就酿制好了 北上大文学家苏东坡 追星于酿造米酒 还写个两首米酒歌 其中一句是 一日小飞鱼吐沫 就是是酿酒公里的酒夜 像小鱼一样吐泡泡 写的非常形象生动 这米酒的第四步是过滤澄清 这一步是将发酵完全的米酒 转移到另外一批容器里 让米酒里的杂质沉淀到底部 与第一批容器一样 这一批容器也要消毒 这一步非常关键 千万不能省略 将米酒倒入玻璃瓶 还在酿酒专用的塑料桶里 让米酒澄清 放两三个星期之后 就可以撞平了 这时的米酒可以喝了 但如果放在闭光的地方 乘凉几个月到一两年 口感会更加柔和 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来喝杯蜂蜜酒 世界万事何悠悠 米酒一谈最诸君